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陳雅蘭 來 今天要告訴大家一個密集 什麼密集 葵花寶典 如何嫁入豪門 现在现场没有人想要 大家还有机会可以如何嫁入豪门 是吗 有那么简单吗 有钱人的饭碗有那么容易捧吗 当然如果经过名师指点可能有机会 首先欢迎陈冠宇老师 大家好 欢迎张胜书老师 老师好 以及汤正伟老师 老师好 来嫁入豪门真好命 来 我们来欢迎几位特别来宾 教大家如何嫁入豪门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首先欢迎简大为律师 欢迎 大家好 来接下来欢迎林玉峰 欢迎 大家好 来接下来欢迎许盛梅 欢迎 大家好 嫁入豪门真好命 真爽 不过有一些还是要注意 首先这一则新闻 说这个是名媛版本的大S 很像 真的有点像 好像 好像 真的有点像 也蛮漂亮的 对 但是他被前夫大爆黑料 怎么了 这不是大S 这是明媛版的大S 对 明媛版 他也算是嫁入豪门 是不是 对 他是嫁入豪门 来说说他的故事 真的很像 他叫夏皇联营 他为什么叫夏皇 是因为他冠夫姓 夏皇联营 而且当时我去问是问这个夜店的公关 他就跟我讲说 盛梅姐 这个人是我们的老板娘 好 来听听他的故事 这是一个麻雀变凤凰 夏皇联营在19岁的时候 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夜店大亨 这个夜店当然叫夏天伦 那这个家族他们很厉害 你到信义区那条路上的 什么什么什么店 我就不用直接讲了 都他开的 都他开的 夏天伦的爸爸是 很多老一辈喜欢的那个酒店 是他爸爸开的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 在我们台湾蛮有名的 然后这个夏天伦呢 当时就很喜欢夏皇联营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好可爱 两个人就谈恋爱进入热恋 夏皇联营在20岁出头 他就怀孕了 怀孕之后就嫁进去了 那你想想看 他才22 这个男生比他大概大8岁 也不过就30出头 那这就是王子跟公主了 你知道这个男生 有多喜欢这个女生吗 这个男生每天都要不断 一直亲他 好 像他亲洋娃娃一样 对不对 亚兰姐 你谈恋爱了吗 你怎么那么了解 想像 我都演过 因为这个女生太可爱太美了 然后她嫁进去之后呢 她还跟她讲说 我太爱你了 所以你必须灌福星 各位 在我们现在 谁灌福星 比较少 现在的年轻人都做自己啊 我就算嫁给你 我干嘛灌福星 但是夏皇联营觉得呢 她灌上夏这个字呢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所以当她开始在时尚派对上 出现的时候 她就叫夏皇联营 一下就一炮而红 她们还有两个女儿 然后夏皇联营 每一天的工作 就是出现在各种时尚派对上 可是十二年之后 夏皇联营有一次是在她的这个 不管是脸书或社交平台上 就宣布说 我们离婚了 但是我们退回成为好朋友 各自祝福对方有新的生活 这样一听 她们也没说为什么要离这个婚 但是大家就觉得说 她既然这样讲 显然这个婚姻是和平的分手 好 十二年的婚姻画下句点 她们有两个女儿 然后三年之后的今天 她的老公突然有一天 po在网上一整篇文章就炸开来了 她说她的婚姻真的非常不堪 她就开始数落夏皇联营 但是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跟红包有关 她们离婚之后 老公就是前夫负责带两个小孩 是跟着前夫住 然后各位知道吗 前一阵子放暑假 是不是就会 因为她孩子大概十几岁左右 就会带孩子出国 她们住在豪宅 带孩子出国 她们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发现她们家里面 门窗锁都没有破坏 有钱人家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 叫保险箱 知道了 最近不在搜索都有保险箱 保险箱被打开 满地的红包 为什么呢 因为夏天轮的两个女儿 她们今年十几岁 她们从出生的红包 连红包袋都没有动 她都把它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 也没去存 所以这个红包钱两个女儿 就有两百八十万 我有 可是那个钱不见了 人比人气太多了吧 两百八十万 小朋友的红包钱 十二年 人家上流社会 她一看气炸了 因为会知道她家的锁 会知道她的保险箱 就是她前妻 那当然她就是代替她的女儿 去跟她前妻要 结果前妻最后就说 那我只还你四分之一 现在这个事情呢 就是夏天轮决定说 是不是要提高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夏天轮就开始 啪啪一直痛批说 她说她嫁到我家来 她根本没有办法 跟我那些贵妇朋友做朋友 第一 语言就不通 语言不通听懂嘛 上流社会的人都说音语 我们都说台语 所以她一直说 那些人说英语 她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沟通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跟我的朋友交流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的老婆在婚内出轨 出轨 曾经有一百天没回家 一百天三个月 对 这第二件事情 婚内出轨 偷了红包钱 然后第三个 她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她说她老婆呢 有的时候就说 我要带小孩去吃饭 就把小孩带出去对不对 她要求小孩要带五套衣服 她自己也五套 那个饭根本没吃 妹妹 我们先拍这一套 就跟妈妈拍照对不对 所以拍完了 拍完之后 去换另外一套 然后就再回来 妈妈也换了 来 再拍不同的这个 你会觉得干嘛要这样拍 对 要干嘛 好 夏天 感觉上是要存档是不是 对 因为她说 她说因为夏皇联姻 就是要做一些带货 她要营造她好妈妈的形象 所以她要告诉大家 孩子都是我在带 其实孩子都不是她在带 那她存五套衣服 就五张照片 大概可以撑半年 就像我们一天录五集一样 她也撑半年下 就类似这样 我先强调 我先强调 这是夏天伦的单方面说法 因为夏皇联姻有说 她会找一个时间开记者会 她会跟大家说明 但是这个老公就不断地指控 就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她说女儿回来跟她讲 女儿超伤心的 而且她说那个疫情的时候 她要女儿 她要夏皇联姻 带她女儿去打疫苗 打完疫苗之后 夏皇联姻竟然跟夏天伦 申请那个勤款 跟他们公司勤款 妈妈带小孩出去打疫苗 要勤款 可是疫苗不是公费的吗 不是 是我带你是一个人工的钱 哎呦 哎呦 人工的钱不是疫苗的钱 然后再来 夏天伦就抱怨说 带着女儿去买东西 比如说买鞋 对不对 那夏皇联姻是不是就会刷卡 刷完卡就说 要记得还妈妈哟 有 这样很不好 她是没有给她生活费啊 好 反正呢 现在有很多的纠纷 正在处理当中 只是说不用羡慕什么豪门 之类的 就是啊 其实过得挺辛苦的 对啊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怎样 你还是有机会的 那只是一个不顺而已 英文要先练好 干嘛靠别人富贵啊 对不对 我们自己也可以啊 对不对 阿汤哥 请教一下 什么熟面相的女人 就是可以富贵长久 好 听不懂这种 天生的好命体质 其实真的好命的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面相呢 就是我们的 但是那时候 我们就收到一个法院的公函 我看到也傻眼 她说请提出原告 就是妈妈这边 有继续受到 家暴危险的证据 什么意思 法官的意思是说 你除了证明你现在被家暴之外 你还要证明你未来有可能被家暴 我问人家不可能跟你的预约 明天午点要打你 不可能嘛 所以我问他 请问夫婿 明天下午 你看这个 方便打我吗 回事打我吗 对 我们都在挑杂拔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挑杂拔大神APP 等你哦 好 来看一下第一个面向呢 就是财运恨通道 好 这个向的话呢 就在看你的鼻子呢 要有一个呢 有肉的一个特征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这要财库向 对 其实呢 鼻子呢 鼻头代表赚钱的能力呢 鼻翼代表纯钱的能力 所以如果说 通常秘理来讲呢 蒜头鼻是最有钱的 但蒜头鼻呢 都是最不好看的 对啊 对 但是如果你的鼻子呢 有为这种蒜头鼻啊 然后那个鼻梁呢 又是比较挺一点 比较没有塌陷的 这样的人呢 本身对于钱的敏感度 跟敏锐度会比较高 其实玉峰哥的鼻子 就还算蛮漂亮的 谢谢大家 对 希望大家提过这次骨灾 而且他的那个正面呢 也不露孔 所以算是还蛮守财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 你有好的鼻像 但是呢 你的正面呢 鼻孔露出来了 那还是会溜走的 到后面还是会没有 不过我觉得 看你什么观念 其实有一些人 他觉得说 反正人生无偿嘛 钱也带不走 所以他觉得 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 就好好的享受 其实我觉得任何 都没有对跟错 但不要造成 自己的负债 跟后代子孙的负债 我觉得都OK 那总而言之呢 像这样的鼻像的女人呢 她不仅自己会富贵 她也会帮她的老公 她的夫家 带来好的一个财运 所以基本上 她是属于自己 待望自己 也待望他人 所以她是一个 很标准的一个富贵像 但是呢 要记得 如果你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鼻子呢 你还要配合什么呢 还要配合呢 你有一个比较圆润的苹果肌 你这样才可以称得起 这样的一个富贵像的命格 如果你没有苹果肌 你只有一个很高耸的鼻子 还有很大鼻子 代表什么 你会比较劳碌一点 因为呢 其实在古代来讲呢 女子无才便是德 那这样的鼻像呢 它是很有才能的 但是呢 如果她不懂得去运用 她的这些才能的话呢 别人会觉得说 她好像很 就是强势啊 等等的 导致于她 把这个富贵像呢 扣分 所以你还要配合一个 丰满的苹果肌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呢 会享福的面向 好 会享福的面向呢 长得怎样呢 就是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 圆润的脸型 例如说方中带圆啊 还有一个天生 自然形成的双下巴 但不一定说 一定是要 身材很丰满的人 才有双下巴 是 她可能身材还不错 琳瑯有致 但是她天生 就有一点双下巴 其实是很好的 有吗 杨安姐 杨安姐的下巴 还蛮厚实的 她有一点 有有 其实像这个 比较明显 就是那个彩华姐 对 其实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她是属于走老运行的 对 如果她有生小孩啊 或是说她到晚年的 不管有没有生小孩 有小孩可以靠小孩的福报 如果没有生小孩的话呢 她是属于这种 工作到老 都还有机会的 因为她可能到处结善员啊 然后她可能从年轻眼到老 或者是呢 从年轻做生意 做不同的生意 做到老 她都还是有多方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她是属于这种 我们讲锦衣玉食 而且食入双全 她不用怕一生当中 没有任何的吃穿 她都会有的 好 所以呢 有这样的一个双下巴 自然成型的 很好 所以你不要去打肉毒啊 打手把他打掉 很可惜哦 那这是富贵相 好 第三个呢 就是那边富贵相 不是那种生地有富贵相 是那个手掌富贵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水星丘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就是你的小指头下方呢 有个水星丘 这个地方呢 就像那个猫的 那个小肉球 有没有 它凸起来了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手 每一个手指头下面呢 都有个丘 有没有 但是呢 你的手如果摸起来 比较有弹性 好像婴儿的皮肤 一摸就会滑掉了 然后你又有这样的水星丘 的这样的状况的话 不管男生女生呢 恭喜你哦 你就是属于那种 掌握财富的人 对 所以这种财富呢 你自己可以赚 别人也会给你的 它可能是先天带来的福报 还有你自己去开创的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手掌富贵 等于说他手 永远都握一个元宝 就像土地宫有没有 手中会握一个元宝的概念 所以这个必须条件就是 水星需要隆起 但是呢 你的手的肤感 也是要比较滑嫩的 然后一触摸 就会滑掉那种的 有些人的那种 钱会不会滑掉 钱不会滑掉吧 钱不会 会滑到他手里面 所以这个是富贵手 好来看一下第四款呢 财富手 财富手是什么呢 就是呢 钱是靠理财而来的 就是你的食指下方 有一个井质文 这种人呢 对于这种理财啊 的那种敏锐度很高 不管是买房子啊 或是投资任何的 什么股票啊 基金啊 这样的人都很有观念的 例如说 哪边有可以获利 他就赶快去做功课研究 然后就往那边投 这样的运气也不错 不仅会算 而且运气也很好 所以这个就好像一个井质嘛 就好像捕鱼网概念 他可以呢把这个网 撒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丰收了 大小都有 所以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其实他就是属于那种 事业有成 然后也知道 很年轻就知道说 我自己要做什么 老了之后呢 自然就会财富自由 有一些人为什么没有钱 因为他整天花钱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花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 那这样的人呢 他不管在做事业啊 规划他的人生啊 都是有条有理的 而且也非常清楚 但他的逻辑是很好的 因为逻辑好 给他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所以呢 以上的四款手面相呢 都是属于呢 可以富贵长久的 女人的手面相 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嫁入豪门 也要自己本身 这个命底也要够好 对啊 对不对 我们这边问一下大伟律师 说你有碰过一个 有一个强 势力强大的富商 他对老婆非常恶劣 他竟然还买通法官 我只能说买通法官 这只是大家的猜测啦 我们也不确定 但那个法官会比较奇怪一点 豪门家里都有一些不堪的事情 那因为豪门有个问题很大 是他们长辈都还在 而豪门大部分是长辈打拼下来的 对 所以家里面长辈的权力非常大 那他是这样子 就是他的儿子 有就是所谓的小开 他们传产 那大家比较看不起传产 传产其实在台湾是一件很有钱的事情 反正那个时候他们是一个家暴案件 那太太被打到受不了了 就离家了 那那时候离家当然要离婚啊 那离婚当然要争取监护权 但问题是 因为太太是独立出逃的 所以小孩是留在爸爸那里 那而且呢 他们两个经济差距非常悬殊 因为他加入好门 本身是没有工作能力的 其实要争取监护权没这么容易 那我们需要一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保护令 如果可以证明爸爸会打人 那这个抢监护权就基本上是赢定了 那我们那个案件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 那个验伤单也有 对方承认的这个对话语音也有 那而且还有监视器拍到 因为那个就是爸爸跑去妈妈楼下站岗 然后拉拉扯扯要把他拉回家这样子 因为妈妈出去住这个地点 爸爸都知道 其实我们觉得十拿九稳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收到一个法院的公函 我看到也傻眼 他说请提出原告 就是妈妈这边 有继续受到家暴危险的证据 什么意思 法官的意思是说 你除了证明你现在被家暴之外 你还要证明你未来有可能被家暴 这就有点莫名其妙 他又不可能说 就是回去再拉他打一次 不是不是打完还是现在 人家不可能跟你预约明天午点要打你 不可能嘛 那你可能问他 请问夫婿 明天下午你看这个时间 你方便打我吗 回事打我吗 对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荒谬 我们就跟法官这样讲 然后其实我们律师也要提出相关证据 我说我们已经拒绝这么多次了 不希望他再来再骚扰我们 他有没有继续 有 那这样还不算是未来的证据吗 那法官就说 好啊你这样讲开庭的时候 他就说那我就问爸爸 你老婆说你会继续骚扰他 你会吗 我不可能 我这么爱他 对法官就说那不就好了吗 事情解决了吗 走我不回家 对他当然也担保不会打你了 那家暴令你要不要撤一撤 原来是你啊 不是啦 因为这个超配的 他讲的真的就是像他这样子 非常的诚恳 诚恳 重点是诚恳 那法官就劝我们 撤一撤算 因为法官其实就是不太想写这个裁定 那我们出来庭上 出来庭外了 他那个爸爸马上画风 就是画风一整个转换 我们刚刚说 我会来打你是不是 我告诉你 所以你现场权力过高的时候 也会让蓝忍待不下去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加个大神马将手游 即刻下载 出来庭外了 他那个爸爸马上画风 就那画风一整个转换 我们刚刚说 我会来打你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去了 我花钱就可以找人弄死你 然后我的当事人就吓到 连法院都不敢离开 因为他觉得他问我说怎么办 法官这样子逼我们撤掉 我撤掉这段时间该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法律上也都很简单 就遇到这个不想写裁定的法官 我们上诉就好了 法律要抗告 但问题是这段时间内怎么办 保护令下来之前 他在爸爸出现在妈妈的生活周遭 妈妈天天戒胜恐惧 解决不了 那我们就只好回去想办法 那后来我想了一个 有点死马当活马爷的方法 没想到竟然有效 是怎样 怎样住在警察局 你被打还是怎样 我被打的话那就好解决 因为我被打 那对方一定想要来打我们 法官就一定能接受嘛 那可惜他没有打我 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去检举性骚扰 很这很奇怪吧 因为大家会 对跟夫妻没有关系 夫妻也会性骚扰也会性情态 但重点是他说 我又没摸你 又没有黄色笑话 怎么算性骚扰 那个是比较以前的案件 以前的这种不当追求 就是说我明明已经拒绝很多次 那种敌勾的 也不是敌勾啦 追求被多次拒绝的行为 也是算在性骚扰这一类里面的 那性骚扰是谁处理 公司 那个小开 那个爸爸目前还在家里传展上班 他们收到性骚扰检举之后 小开很 这个爸爸非常的嚣张 打电话来呛吓说 就像宇佛哥讲的 公司是我们家的 你是在想什么 那这个我是他老公 有什么好性骚扰的 然后我们就也不理他就算了 结果后来他发现压不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公司 收到性骚扰的检举之后 他们一定要处理 这个已经不是他妈妈 也就是老板可以压下来的事情了 而且怎么样 虽然他妈妈可以左右结果 我相信一定可以 但是这件事情就搞得 全公司人尽兼职 他的公司就是一个怎么样 非常温文如雅 然后对同事都非常好的 好爸爸形象 我们这个检举 因为市政都很明确 他跑来弄什么 那我们都全部摊在 他们的性骚扰教材委员会上 他就受不了自己的形象 被破坏光光 两个礼拜后 就同一来事务所签离婚协议书 然后把小孩给我们了 所以这个性骚扰 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有 可以去部分解决一些 装得好形象的一些人 因为他们都会怕丢脸 所以他前面不愿意抱走 也是怕丢脸 对不对 他伤到他自己的形象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就是不甘心 现在好多人离婚都不甘心 反正我也不想照顾小孩 但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强盗 不想睡了你的意 对 就是这样子 我们人要可以做人 除了可以做人以外 那些风水也要注意 因为有时候你不良的风水 会造成你会获得 不公不正的对待 对不对 来 请教一下冠宇老师 什么不良的风水 会让人遇到 不公不正的对待呢 会让人遇到不公不正的对待的不良风水 我们集合最多的基本上来现在现代社会里面的常见的这种建筑物 你看这种是大楼 这是集体建筑当中 是不是一栋大楼旁边又有两栋 对 用两栋的时候你去想想 这一看这是一个主栋 主楼 这边是户楼 是 那这一栋大楼 我们用红圈的把它画出来 可以看这个地方 你像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载屋 清隆或是白府高耸 逼押的这种环境 那你看在这一户或这一户 我们从这边的时候住这一户 我圈圈画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它左边 所以左边就高起 左边高起嘛 就有压迫感 左边太逼压了 这一栋楼是刚好夹在旁边 就是我们U字型的建筑 是 那你不是在中间 你是靠在左侧的 所以靠在里面这一侧 靠到外面就不会那么压迫 靠在里面的 这一侧的时候 这边左边就高起 所以左边高压就是代表蓝性 家里面蓝主人就很高压 压迫 他就压迫你 所以就逼 逼着你会不攻不振 一定就没有道理 反正我就要逼着你 那如果你住到这一户 住在这一户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右边了 就变虎边了 那虎边高压就代表 家里面女性的高张 女性的个性就特别无厘头 那这种状况之下 长全域 女性长全域 过高的时候也会让蓝人待不下去 所以说我们要住个房子 最好是选择是能够四面八文的 就坐下来的时候就像单一沙发的坐椅 坐下去两边扶手都很平衡 这种状况之下就代表夫妻平全 那这种状况就不会有那种不攻不振的 这种对待的关系 这是一个从外环境 另外还可以从内环 内部隔绩也可以看 你说宰屋 白斧坊缺损之空间 你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座山 这边面向上面这个就面向 所以这个面向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右边是不是切了一角 是 这个房子如果我们把它画为正来看 结果他这边切角就右边切角 右边切角就是白斧 白斧就是代表女性 所以说女性你住在这个房子 这是一个豪宅 住在这里的时候就女性的朋友 就代表能够会得到了 会必定会受到的那种 不攻不振的对待关系 因为女性的权本不给你切割掉了 所以尽可能的 我们要找一个方式 希望这个家庭里面 不会有不管蓝的 不管你 不会有那不攻不振的问题出来 那我们就选择方正正的格局的时候 只要不要有缺角 那缺角如果像我们这个图看 缺角像这样子的一小缺角 左边的这都没有关系 缺角超过这个面积的三分之一的 就会有影响力 这个缺角超过一半 所以超过一半 风吹到这里 风吹过来到这里 就往这边吹 那就形成一种旋风 旋风在这个角度里面 一直在旋的时候 这个能量这个温度就产生 因为它在白斧房 所以在右边 所以代表女性就全力 完全被削弱掉了 所以如果在左边 就代表蓝性 所以有时候吃软饭的蓝性就很多 所以如果这个缺角 缺角缺到这一边 那这个就吃冷 翻来蓝冷就多一点了 所以我们要找房子 还是尽可能找方正的格局 才能够带给这一家人 大家都是不会有那种 不公不正的问题 一家非常和谐 相信财富事业健康都会不会受影响 都会能够达到满分的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来 嫁入豪门好多事情好麻烦喔 对 所以玉峰 所以有一个小模嫁入豪门 原来也挺幸福的 那后来出什么状况 这个豪门是怎么样的豪门 你现在可以看到 比较大的那种 大高级的那种豪宅建案 的景观设计 大概都是他们家做的 所以他们家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 然后就娶了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非常年轻喔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婆婆觉得说 您就是要娶这种年轻的 然后可以生 然后他们家就是 对 基因好 然后多子 多孙 多福气 就请了一个 就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这女孩子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就说以前就是model 然后就娶了 就很单纯这样子 对 单纯 然后前几年每次 他们家的那种尾牙 请记者吃饭 那这个小媳妇 就像是小老板娘一样 就会跟我们同桌 我们就觉得都很幸福啊 郎才女貌 然后看起来和乐 后来就说 怎么听到新闻说要离婚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这个小女生 她是北上 就是从南部 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然后来台北 真的是要当model 可是她签到了一个 不孝的经纪公司 所以那经纪公司 没有发什么 比较震惊的案子给她 都叫她去陪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 她后来跟我们讲说 她第一次去酒店陪酒 就是说要去陪吃饭 既然强悍 爱恨分明的人 爱至于其身 恨至于其死 所以当我喜欢你的时候 就算别人都认为你是个怪咖 也没关系 你哪有什么瑕疵 我爱就好了 但是当变怨偶的时候 那个瑕疵就都出现了 对 所以什么叫做瑕疵 各位知道吧 喜怒是由心 由你的心态主持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我们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胖胖湖 等你喔 她第一次去酒店陪酒 就是说要去陪吃饭 可是呢 陪什么吃饭呢 吃铁板烧 所以她没有想到说 铁板烧跟酒店 怎么会有关系 吃铁板烧的地方 怎么可能是酒店 那就想说 那应该就是很高级的铁板烧 然后去的话 真的喔 就是有大厨 然后呢 就是一人一个位子 一人一个位子 然后呢 女生就坐在他们中间 然后呢 经纪公司人就跟她讲说 这个就是以后 我们未来的金竹 那你就是去 就去吃个东西 然后呢 喝点饮料 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 可是呢 她就觉得 那个场合就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只有她是正常的人以外 其他看得出来都是小酒 然后就觉得 她就是陪酒了 然后第二次更奇怪 第二次要去吃 吃什么 吃火锅 所以呢 她就跟经纪公司讲说 你上次那个很奇怪 不要再来了 结果呢 去了另外一家酒店 是酒店 但是呢 可以吃火锅的 等一下 现在酒店里面 真的有铁板烧跟火锅 真的有啦 真的有 对 所以她就弄得很高级 然后那些人的话 都看起来就是 很高流社会 上流社会很高尚的 可是呢 在吃火锅的时候 就会 吃饭还吃饭 对 而且她说很危险 因为那个汤很烫 所以她拿汤的时候 人家摸它 她也不敢闪 你知道吗 她很恰恶 可是那一次之后呢 她就说 那她不要了 她就说 那她不要了 就没有case 就没有case 她就说 那就算了 她又去念书 那在台北念书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个富二代 那富二代就很喜欢她 因为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就娶回家 然后那个婆婆也很喜欢她 可是妙的就是这样 有一次聚会的时候 吃甜板烧里面的一个客人 就认出她来了 然后呢就去跟她摇耳朵 说你知不知道 你太太以前 是在叉叉路的地下室那边卖的 哎哟 这怎么可能啊 然后就去问她 然后这女生还傻傻地承认 她说她真的很气 她以为是吃甜板烧 谁知道是去陪酒 完蛋了 男生不是帮她讲说 哎呀你这样太过分了 我去帮你修理那个经纪公司 她就只记得说 你就是去陪酒 然后呢 她没有去怪那个跟她讲的男生朋友 她跑去跟她妈妈说 哇 她就跟她妈妈说 我们家被骗了 怎么办 然后妈妈就开始 脸色就不对了 就觉得说你以前就是陪酒的 然后呢就是酒店小姐 然后你就是在卖的 你怎么会想要来高攀我们家 然后忍嘛 忍忍 其实很多很多很不正常的对待 她都一直在忍 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她会她普普会当着大家的面 因为有时候饭局 大家会称赞吗 啊你这个媳妇很漂亮 好像明星喔 这句话讲完 她婆婆就会接 那好老顺 也是出来没的 她就当了大家的面 然后现场这个气氛就会很尴尬 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前面都冷言冷语 都没有动手 都没有家暴到还好 冷言冷语也是家暴的一种 后来呢她的小朋友 要去念幼儿园 然后已经念了 就第二期的学费 老公怎么样都不缴 老公就说你不是会赚那个钱吗 你自己去赚啊 结果呢 真的不缴 缴不出来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有一次她以前的朋友就说 你这样子的话 你要不要 我们刚好最近有个case 你要不要来一下 反正你就是来一下 然后呢 稍微出席一下 然后呢 这个真的是大老板 那这个老板 就是会让你去买个衣服 买个包包 他那时候也觉得不太好 可是因为学校真的 真的已经在吹那个 那个费用了 然后呢 小朋友一直问 他就说算了 就去一趟好了 去一趟又被抓到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那种上流社会的 大概彼此都有认识 就被她老公坐实了 你看你婚前在卖 你死性不改 婚后又在卖 他就说那你不给钱 然后要开学了 那你这个钱不然怎么办 然后他当场就揍他了 他老公就揍他 然后还叫他跪在地上 写回过书 但他也有写啦 只是写完之后 他就觉得很不堪 后来就请了律师 就去打离婚诉讼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变态 这么多年来这种羞辱 其实我觉得豪门的饭碗 真的是算了啦 好像八点档的剧情 好辛苦啊 会不会是他老公叫人家故意 对啊 对啊 这个八点档剧情 不是事实 来 请教一下张胜苏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无法接受另一半 有一点点瑕疵 来 我们来看一下夫妻宫 其实人要求完美 这是必然的嘛 所以谁能够容得了 别人有一些瑕疵呢 可是每个人又一定有瑕疵啊 所以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问题都在什么 你的心态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例如说夫妻宫 有欺煞心的人 欺煞很强悍 对不对 既然强悍 爱恨分明的人 爱至于其身 恨至于其死 所以当我喜欢你的时候 就算别人都认为你是个怪咖 也没关系啊 你哪有什么瑕疵 我爱就好了 但是当变怨偶的时候 那个瑕疵就都出现了 其实 各位知道 以前汉朝刘邦时候 有个大臣叫做陈平的 这个陈平啊 年轻的时候帅 高又有才能 很多女生想嫁他 可是他就只看上了一个 乡里最有名的叫做 克武仁 克武仁 不是告人 克武仁 那个女生连嫁五个老公 都被他克死 五个 这是历史上的事实 克武仁 但是这个陈平喜欢他 人家说他克死五个耶 他说是那些男人不争气 命薄啊 是 对不对 是 我就喜欢他 是 他就娶了这个女生 娶了之后他就开始发达了 厉害啊 所以所有人认为说 这个是有瑕疵的 有问题的 从他眼中不对 这才是最好的 所以什么叫做瑕疵 各位知道吧 喜怒是由心 由你的心态去决定 是 所以克武仁都不用怕 来看我来看 好 那再来呢 是什么 子为心 有人上了 你看你这样子不行 太完美主意了 怎样 不行 子为战啊 帝王之心啊 对 可是你知道 从帝王之心来讲 比如说啦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家 想要交棒给儿子 是不放心的 他总觉得 我自己生的儿子 可能没那么优秀 所以他们宁可怎么办 去挑一个好女婿 用好女婿来继承 尤其日本很多企业 更是这样 传给女婿 比传给儿子放心 可是这女婿不就 省掉三十年奋斗了吗 所以从子为 这颗心的角度出发 你说这个女生 平庸啊 或如何没关系啊 他老爸有权力就重要了 这就是什么 喜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子为心 很多豪门的女婿 就是这样的类型 可是豪门的媳妇 这种类型就不行 难道就有 还好你没有嫁豪门 对 这样说 因为你太强悍 而且要求豪门媳妇 就反而不希望这样 豪门要的女婿是强悍的 豪门的媳妇不可以强悍 所以男女就有差别 可是这没办法 这是什么 现实去决定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的瑕疵都是什么 心态去决定的 有没有瑕疵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的是权力 再来第一个是太阴心 你看太阴心落到了一个 夫妻宫里面 他对另一半的要求的完美是什么 注意了 不是真正的完美 而是什么 别人眼里的形象的完美 他更在乎的是从别人眼中看出来 而不是要自己看 他自己看喜不喜欢不重要 他可能会先征求爸爸妈妈觉得好不好 朋友觉得好不好 其他人觉得好 他才觉得好 相对信心 自信心是不太够的 所以这样的人 尤其是女生 碰到了越强的父母 他就越不容易嫁出去 以父母的意见为意见 比如说他喜欢的男生 只要父母一显说 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好 就有可能是这样就算了 所以对他来讲 越要求完美 于是他就越不容易找到完美 所以这三个 其实都是什么 我们心态要知道怎么调整 否则的话 去哪去找完美的 早就被别人挑光了 对不对 来 休息一下最终的广告 马上回来 我告诉你们 我那个黄赚24克 蓝赚10克 还有一个赚戒 什么 一共是三千万 他偷走了 然后老公就说 我哪有偷走 那是我买的 所以我拿走 那是我的 老婆说不是 你送我的 好 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所以这下辈子 刚才在 cont 这下辈子 或者是 就要留下来 豪門我稍微介紹一下 在台灣應該是排名前五 他們家豪宅 各位很多藝人住的豪宅 他們家蓋的 台北市豪宅 系數一下 仁愛錄那個最厲害的豪宅 就地毛 這個有這麼好客氣的 他們蓋的 有銀行 建設公司 金融公司 總之他們家很多的企業 所以整個資產大概有幾千億 然後這個老闆 真的 受進職我也要嫁進去 這就是典型 真的 這就是典型的豪門 然後老闆有三個兒子 來講講怎麼嫁進去 他的大兒子早年 認識了台灣的一個藝人 大家已經忘記了他是誰 那個藝人身材很好 樣貌也非常好 這個家族的大阿哥 當時就娶了這個藝人 就爸爸聽說不准你娶 可是他還是娶了 他娶了之後 爸爸直接把他趕出去 所以他就不在接班團隊裡面 所以他很多年 其實都跟他的太太 住在國外 好 這是大阿哥 然後老闆最愛最愛是 三兒子 這小兒子 因為小兒子最得爸爸疼愛 然後又有接班的能力 然後當年他的小兒子 要結婚的時候 我還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還去採訪 他的小兒子 是跟他辦公室的特助結婚 他爸爸把所有這種 政商名流全找來了 而且爸爸還捐了一大筆錢 幫兒子祈福 你就知道這個家族 對這個小兒子 是非常非常的在乎的 來囉 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是小兒子 我現在跟大家講 因為這整個家族 這個集團 現在就是小兒子在管 所以他是集團的接班人 是 這位集團主席 竟然上個月被他老婆告 哎呦 兩千億對不對 就是娶了特助的這個小兒子 被他老婆告 被他這個特助老婆告 罪名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偷竊 蛤 有兩千億還要去偷東西 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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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竊喔 對 你就跟他講 不算喔 那幸福很大喔 我們開玩笑 我們說錯話而已 我們說錯話而已 不是說他們感情很好嗎 小孩都長大了 才發現他跟他的老婆 因為他們太有錢了 太有錢 都住在豪宅裡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人清楚 可是爆發這個案子之後 大家才知道說 他早就跟他老婆分居了 而且他們又不能離 因為這個家族 沒有離婚的這種例子 上面也不會同意 他們很低調 他們已經分居 分居日意思是 反正這整棟豪宅 都他們家蓋的 所以這個少東住這 他老婆就住另外一棟 也相安無事 可是有一天 就前幾天 老婆喝醉了 走下來 找到他老公的車 他老公的車又是電動車 直接用踹的 爆 爆 踹 董娘耶 他把他踹之後 還把那個充電樁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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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喔 砰 就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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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大家知道 這種電動車很脆弱 然後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老公發現就下來 就問他 就吵起來 可是對方又喝醉了 夫妻倆就吵起來 吵起來之後 他就直接打話給他哥 那是不是就是這個 少東的大舅子 對 他哥就來了 他哥一來話都沒有說 砰 鎖喉 鎖誰 少東啊 我管你誰 敢救你我妹 你敢對我妹這樣 天啊 好霸道的大舅子喔 不是 可是我認為 這裡面應該有別的事情 是他們這個家族 不能講的秘密 我不知道 他就過去了 然後就開始打他 那是少東怎麼能忍受呢 報警 他傷害對不對 好 來囉 這下家仇又 沒關係 誰怕誰 我們就掀開來了 知道管去了 然後就嚇死了 然後就這樣 大家懂喔 他就管去了 就發現他們就在爭執 然後這少東就說 我要告我大舅子 他傷害要打我 我驗傷 他打我 然後再來他說 我告我老婆 沒錯 他毀損我車 把他充電樁 踢那個車 我告他毀損 因為我車壞掉了 好 你告我是不是 這董娘說 我告我老公偷我東西 偷你什麼 我告訴你們 我那個黃鑽24克 藍鑽10克 還有一個鑽戒 什麼 一共是三千萬 他偷走了 然後老公就說 我哪有偷走 那是我買的 所以我拿走 那是我的 老婆說不是 你送我的 好 那現在到底怎麼辦 那老婆就 因為老婆說 我的那個保險箱裡面 這些鑽戒鑽石箱 那些都不見了 但是我有留下保證書 因為這些東西很貴 所以顯然他們前面就吵過架 但是警方說 既然你太太說 你把這個東西偷了 而這東西是你送你太太 就是你太太的 所以我就把你用 竊盜移送 現在被請 幾千億身價少東 被告竊盜 太太被告毀損 大舅子被告傷害 而且他這個比較狠 因為他那個竊盜 是非告訴乃倫 所以他最終你要測告 可是親人間不好測 不是 親人間不是可以那個嗎 對啊 那就要看老婆又不願意 親人間都可以測 都是賭氣啦 對 幹嘛跟他賭氣啊 他那麼有錢 我想知道 大哥去哪一個演藝圈的前輩 那我們趁冠宇老師 在講解的時候 你去偷問好了好不好 但是我們觀眾朋友要注意聽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夫妻感情和諧呢 冠宇老師 家庭的夫妻如果不和諧的話 你一定要 因為有擺了物體之後 會影響你的視神經 視覺感受到 自好都會多少少會有改變的 所以要怎麼辦呢 所以可以讓我們夫妻 感情和諧的風水擺設 第一個我介紹的叫做 窄屋的西北方 要擺有人辱負重的雕塑 人辱負重 家庭不人辱負重 這個家就不會和諧啦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嘛 你不知錢的問題 就是事業的問題 小孩的問題 夫妻彼此的個人的興趣的問題 都有啊 所以我們說 第一個你看 人辱負重 人辱負重長什麼樣子 你看 這一個雕塑當中 這一個是人辱什麼 最能夠人辱就是羊 羊 羊頭 這羊頭 羊啦 羊要拖一個 一拖一拖金吻財布拚到要死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一條龍 龍在上頭 老婆的嘛 這羊頭很老 為什麼他會 在我們五行學裡面 羊就胃 胃昆生就是胃瓜 就是母親 就是女性 所以女性拖到一家就要拖 所以你要包容 如果你不能辱負重 這個家庭女性 你不能辱負重 這個家永遠不會和諧 藍人吊在顧這個錢你看 在賺錢嘛 這辱在上 這代表男性 男性就整天就拚啊拚啊拚啊 什麼都不會顧到家 那你不顧家 這個家不會和諧 所以女性你要把這個家維繫 要更要懂得性 把這個家打理好 所以要忍辱負重 所以忍辱負重 這個雕塑就長這樣子 有很多人看到雕塑也很漂亮 但你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他其實一個很重要的 風水百物 過去我們的老祖先說 中國老祖先真的很厲害 他就用什麼東西 有什麼問題 就用什麼東西的 相對應的東西來做一個改變 所以用羊來拖的這個家庭 拖了這些家庭的責任 這就是代表責任 那責任當中 你看男性在上面守護 這個財務在拚這個財富 所以忍辱負重 是一個很好的家庭 能夠讓家庭和諧的擺視 第二個我們來介紹 那時候結婚完之後 老公就買了三棟房子 一棟給太太 一棟給太太的媽媽 就是家人 再一棟給太太的弟弟成家用 就完全都過戶給他 完全都不收半毛錢 但最後這個太太還是外孕了 什麼 那不然這樣好了 就是我還是很愛我太太 只要我太太願意講出 那個小王是誰 我都不跟他追究 我們就回待生活 我們把這段感情切斷就好 把外面的感情切斷 我們回來 太太只說了一句話說 不要 第二個我們來介紹的 始終太平有像的擺在床尾的牆頭 能夠牆邊 所以太平有像始終 什麼叫始終太平有像 太平有像就是像 基本上我們就是 我們都想要大聲 像 所以太平它又有瓶子 花瓶 花瓶有像就太平有像 就代表和諧嘛 所以太平和諧 那你要始終 始終如意 現在短暫和諧 說好 不然我要自己顧 明天再過來顧 那一樣還要始終和諧 那我們建議說 你擺的太平有像 在你的村 不是說臉床的旁邊 你就是臉床倒下去 對面那個壁 讓它成買 床尾牆壁有個櫃子 就擺在那裡 那你就找一個太平有像 這個雕塑 那擺在那裡 最好還擺一個時鐘 鬧鐘 小小鬧鐘 就給它擺在這個像的旁邊 像的旁邊叫始終 始終嘛 始終都會和諧 始終永遠永遠 whatever都會產生太平有像 這個家庭是和諧的 所以說我們要把家庭裡面 搞得非常和諧 一定要懂得在家庭裡面 環境裡面 造就一種能量 這就代表是他擺的 叫做一種正能量的物體 因為有正能量物體擺在這個空間裡面 每天起床的時候 再進到這個房間 你都會看到這個寶物的時候 自然而然這個寶物的那種正能量 就導引人的生活行為 因為有好的生活行為 你就會一直遵行那個軌道 就像人的一個軌道 就像一個波率一樣的 像我們手機的信號 跟基地台永遠不會斷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擺在床尾 或者你把家裡面又擺得忍辱乎重 把這兩個東西都把家庭一擺 相信這個家庭永遠都是和諧的一個 恩恩愛愛的一個家庭 各位做參考 有一些貴婦雖然錦衣玉食 但是精神上是很匱乏的 這邊問一下大維律師 有一位說這貴婦怎麼了 他這個其實聽起來很像什麼 八點檔劇情 可是其實不是所有人都非常重視物質生活 對 我們之前幫一個老公去告老婆 那他們家是怎麼樣 是非常有錢的 他有錢到什麼程度 那時候結婚完之後 老公就買了三棟房子 一棟給太太 一棟給太太的媽媽 就是家人 再一棟給太太的弟弟成家用 就完全都過戶給他喔 完全都不收半毛錢 但最後這個太太還是外語了 對 什麼 但我們就覺得沒關係嘛 這個情欲的流動大家都會有 那我們就跟老公說 那你覺得怎麼辦 他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就是我還是很愛我太太 只要我太太願意講出那個小王是誰 我都不跟他追究 我們就回來生活 我們把這段感情切斷就好 把外面的感情切斷 我們回來 太太只說了一句話說不要 太太就這樣離開家裡了喔 他也不待在家裡 就出去外面住了 最後告誰 告那個不知道姓名的小王 那我們那時候就請法院去查很多東西 那還好太太很囂張 他囂張到什麼 跟小王上旅館刷先生的卡 然後我們就尋現找到那個飯店 然後呢 再用飯店的 他有旅客登記點 再找到小王的姓名 那這樣賴不掉了嘛 那小王來庭上啊 就說他看到自己在上面嘛 那我有去啦 但是當天我們概念被存聊天而已 這個很常見的抗辯 因為法院對 法院就會要你證明在房間裡發生什麼事啊 那先生就很生氣啊 他拿他沒辦法 那最後先生說不然我們傳太太來問 但其實我們都說這個都不好 因為太太就不喜歡你 怎麼會幫你講話呢 可是先生很堅持要傳 OK 那我們就把太太傳到庭上來 他問他說 你當天有沒有去汽車旅館 那因為太太我沒有告他 所以太太其實不太知道我們證據有什麼 沒有啊 我沒有去 那我說你上面旅客登記點 就有你跟小王名字 你還說沒去 他說那是被別人偽造的 然後我們就拿出另外一條刷卡記 這個小王有看出長什麼樣子嗎 或什麼條件 對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開庭小王沒來 後來還跟太太一起來 那一次我們整個大傻眼 這個小王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小王的身高 我已經不高了 他大概比我在矮半顆頭 然後 你身高幾個 不要這樣子 我就知道讀一個良問這個 我身高170而已 我170而已 他還比你矮半顆 比我矮半顆頭 大概160出頭 小王 然後體重是我1.5倍 體重是你的1.5倍 8 80 90 已經有點不是很OK 那年紀呢 年紀禿頭 我看不出來年紀啦 但至少禿頭 對 那段年紀有點大了 然後長得也沒有老公帥 說實在 老公那個年紀還保養得挺好的 為什麼 對啊 那時候為什麼了 所有人都不懂 連老公自己也不懂 好 那我們回到那個庭上 老婆就說 她都沒幹嘛 我說那你在進房間的那一天早上 去便利商店買保險套幹什麼 她講不是話啦 她說 就只能變說 誰說法律說 我不能買保險套 我拿來吹氣球不行嗎 之類的 反正是這種 很扯 很扯的話啦 那反正老公也有在 她越聽越生氣 但她站起來質疑那個老婆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對你不夠好嗎 對啊 你要什麼我買給你 都買了 那老婆本來不想回答 但老公越罵越誇張 其實發警都快進來了 老婆終於受不了 問她一句話 那老公完全說不出話 老婆問老公一句話 反問她 證人其實不能反問的 但因為那時候很混亂 老婆就說 我就問你 我們上一次一起同桌吃飯是什麼時候 然後先生就講不出話 因為他真的不記得 當然對我們律師來講 這個東西叫什麼 狡辯 因為你在壞 你都不能去出軌啊 但是對於這個老公來講 他反而打中了他心裡面 最虧欠的那一面 所以這個庭就有點不了了之 你知道嗎 那最後我們安排來調解 調解因為要 所以重點還真不是想像說 是不是小王床上功夫很棒啊 多帥啊 這應該也是有 不是我們沒有去問這個 當然 因為她年紀又比老公還大 然後條件又不好 對 所以說這個太太完全就是 一個心靈上的寂寞 我認為可能是老 就是小王她比較有時間 然後也比較懂女人心 所以老婆決定這樣做 好不管 反正因為我們要移到 調解庭去嘛 兩個月半我記得 那時候我其實有點擔心 老公心情狀況 但後來老公出現在 調解庭的時候 我覺得她非常好 為什麼 黑眼圈不見了 衣服也好好的 就是沒有一些皺褶 然後髮型也換了 整個人就煥然一新 她跟我說 她後來回去想過 她說她那時候真的做錯 她好像把老婆擺在家裡 跟神一樣弓著 不然很好 但是從來都沒有去理會她 她從原本的家傳產離職了 跟朋友合資 開了一個小 就比較簡單的企業 那不用工作 就有錢進來了 她也覺得說要把 送信移回家庭去 我說那這樣很好啊 那我們就火力全開 把那個小王打爆就好啦 那我們還是調解 調解的時候 因為太太是關係人也有來 那個先生就很開心的 跟太太報告說 我現在的狀況 我現在可以回到家庭了 就終於把外物都處理掉了 我希望你可以再給我們機會 那其實太太當天情緒也很平穩 然後也是笑笑的 她聽完這個先生的告白說 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嗎 她只說她搖搖頭 然後沒有說話 她最後離開簡直說一句話說 就是我要的不是終於 我要一直以來 然後她就離開了 你現在後悔來不及啦 太晚了 對 她說她沒有要參與這個調解 我也沒有要回去了 那你要離婚 還是說要告小王還是告我 我們沒關係 她就是堅持要離開 那麼堅決喔 心冷 心涼 那最後那個案件怎麼樣 全部丟給我做了 因為老公也不想再告了 她也對這個婚姻沒有任何期待 最後兩個人就簽下離婚 那當然求償當然有求 但那時候那個就是先生就跟我說 他說這種東西果然就是後悔都沒有意義 做再多的補償 都沒有辦法彌補過去已經毀掉的時間 她曾經的寂寞跟曾經的傷心 甜不回來了 你如果你在求和你會回去嗎 我覺得你應該會 為了錢 這他們都不用問你了 會很痛苦地掙扎 但 為何錢 會 好 那下一個 紫薇命格一定有你 來 張正淑老師 什麼紫薇命格的女人 沒辦法忍受感情只有麵包 愛情跟麵包本來就是千古難題 對吧 可是巴菲特也說了 家庭的第一核心一定是經濟 絕對不是愛情 對啊 對不對 沒錢要花一點 沒錢要花 但是有了錢之後 大家就要求更高了嘛 所以剛剛講麵包以外 沒有愛情願不願意呢 來 我們來看 第一個 貪狼星落到了夫妻宮裡面 貪狼這顆被稱為大桃花星 就是因為它很感性嘛 所以太過感性的人 它過不了柴米油眼 太過理性的人 就過不了風花雪月 可是你想要風花雪月的話 貪狼的思維就是什麼 生命成可貴 愛情價更高啊 我當然要追求愛情嘛 所以各位想 以前那個卓文君 首富的女兒 她為了追求愛情 司馬相爐彈一首歌 她就跟著走了 多浪漫啊 對不對 可是沒有錢的時候怎麼辦 卓文君當爐賣酒 沒關係啊 我support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追求愛情的人而言 他會覺得麵包是小事 但愛情才是最難得的 而貪狼沒有愛情 他根本就活不下去 再來 再來數字測驗一下 未來一個月有在哪方面的運勢 能夠大富大貴呢 看一下數字 六五七四六三五八一 二六五跟一四二 再來 是 連真心 我們剛剛講麵包跟愛情誰重要 連真的人不會這麼想 連真的會認為麵包 我自己就能有賺錢的能力 我自己就有啊 所以我當然找伴侶是為了愛情而找 而不是為了麵包而找嘛 沒有愛情的有什麼意義呢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連真而言 首先他經濟獨立 他自然不會去問麵包在哪裡 但是他在找愛情的過程中 他就產生了一個麻煩是 那對方會覺得你太過強勢了 因為你不依靠男人嘛 以前的女生因為要依靠男人 當然必須要溫柔啊 必須要娴熟啊 其實大部分都是裝出來的對不對 是為了麵包嘛 可是現在的女生 既然可以獨立自主的話 她要的就是我是真性情 好 適合我的人就來吧 她要的愛情就是 兩個是可以配得上的愛情 再來呢 天童 以天童來講 怎麼這樣 意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 你看看 對吧 所以對天童的角度出發 它的慾望本質上是低的 既然低 麵包就是小事情啦 對不對 我又沒有要多好 多大的那個物質的慾望 可是我精神上我一定要有依靠 如果今天我碰到的人 是精神上不能跟我互相取暖 愛情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兩個人互相取暖 那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意義所在呢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麼多案例啦 物質 很多男人為物質 我滿足了老婆的物質享受了 其他就無所謂了 可是事實上這是不對的 每個人到最後都需要那種精神層面的 尤其是這三個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你沒有上榜 奇怪 來 接下來說 豪門大亨 雖然見過大風大浪 但是也有可能會不小心上了神傳 裕風接下來要講這個 斯文世界 很好笑是不是 太好笑了 有照片可以看嗎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這個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人有錢的就喜歡買什麼東西 不是說買車子買房子 有錢了之後呢 最厲害的就是買古董 你的古董才可以代表你的身份地位 對 有一種東西很特別喔 我們台灣在搶 對岸大陸也在搶 圓明園的十二獸手 是 他立法力已經衝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獸手非常大一顆 碰 就把它敲下來就帶走了 然後呢你知道嗎 世界各地啊 不管是蘇富比還是哪些 的拍賣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龍手 而且那個龍啊 到現在來講 每個拍賣公司 全世界搜羅找不到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在哪裡 在台灣 大家都說在台灣 然後呢 大家都說在台灣 是確定在台灣嗎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沒看過 對都沒有人看過 有沒有人敢承認 對 有一個豪門的老闆 他一直想要買這些 稀奇的古董 古董東西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認識了一個老名媛 老名媛 大概七十歲 七十歲可以講 哦 資深名媛 對 資深名媛 資深名媛 那他是怎麼認識的 他那時候就收一個東西的時候 收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古的 一個古譽 然後那個古譽喔 大概是 對方在賣的時候說是 已經有三千年歷史 所以呢 大家都覺得 哇 這個東西是無價之寶 那個古譽要賣多少錢 東周的古譽要賣三億 要賣三億 那這老闆非常的喜歡 後來有人就說 你要去找個人鑑定一下 不然這三億如果被騙了怎麼辦 他就去找了一個教授 大學教授 那大學教授就說 老董 抱歉 這個 我也不敢給你確定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尤其是價值這麼大 但是我介紹一個女生 老名媛就出場囉 這個女生 因為他家是江蘇的貴族 所以呢他可能以前 在大陸那邊看過很多 你可以去問他 但是你要記得付他掌眼費 什麼掌眼費 手掌的掌眼睛的眼 就是你去看這個東西 那這掌眼費的話 如果這個東西是真的的話 你要付他10% 你買三億的話 你要付他三千萬 那如果說不是的話 你就意思意思 就是如果他把你看出來是假的 你就意思意思給 哇 等於就是說 他看過 就等於像是保證書一樣 對 他等於是這個業界最厲害的人 然後呢這女生 只瞄了一眼 就說假的 然後老董就說 你有類似的東西嗎 你有這些收藏嗎 他就說沒有 但你看就是假的 老董就不相信 老董就還是買了 買了之後 後來送拍的時候呢 就被人家打槍 就是說這是假的 國外的拍賣公司 就是假的 那老董就很難過 損失了三億 但是呢 他又丟不起這個臉來 所以呢 他就很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女生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他說東漢的時候啊 沒有刀 東漢沒有刀 因為東漢那時候 還沒有鐵器嘛 你沒有鐵器 你怎麼去煉鐵 沒有煉鐵 你怎麼去鍛鍊出刀來 他說你那個玉 一看就知道 是刀刻的 那你那個時候沒有玉 你那時候沒有刀 怎麼有刀刻 所以這一定是假的 有沒有道理 有 所以呢 他就還教了那個老董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什麼意思 以前東漢的時候沒有刀 他是拿硬的石頭去刻的 所以呢 你用石頭去刻的雕紋 怎麼可能跟刀一樣鋒利呢 老董就覺得 這個太厲害了吧 這個真的是 有學問 這是有學問 然後這是名門貴族 大家閨秀 然後呢 他算是老名媛 但是他就一直供養他 然後呢 就是有點類似 他的詩人的老師 這樣子一直供養他 那後來兩個人 應該也有一些情愫了 有一次去他家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個 古匣子 一個木匣 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木匣 他就說 這個是什麼 可不可以借我看看 他就說這個是 十二生肖的龍手 終於出現江湖 對 然後呢 他就覺得 如果我可以買下來的話 這群老先生們 他們弄了一個俱樂部 每個月定期聚會 如果他可以把這個龍手 拿出來 他等於就是 這個俱樂部的龍手了 然後他就一直拜託他 然後他就說不行 這個 他們的嘉訓 這個龍手 不可以在台灣打開 有一天 反攻大陸成功 這個要送回圓不圓的 你們現在提是不是想笑 當下那個氛圍 他覺得這個就是大意 太有道理了 太有道理了 然後他就說 不然你可以抱抱看 你可以感受一下 那個木匣子 真的是一個古董 然後一個帶雅的那種 檀香的香味 然後他就一直供養這個老名媛 供養了十幾二十年 就一直在供養他 為什麼他就老名媛 就不願意賣給他 沒有 但是他 其實他只希望可以看一眼 那老名媛 等於就是有個東西 吊著他 吊著他 後來有一天 老董真的是年紀太大了 已經送到醫院去了 他們在醫院裡面 他就跟他兒子講 說這一個人生的一輩子 我就希望看一下龍手 我都已經 不久於人世了 就請他的大兒子說 你去那個名媛阿姨家裡 去拜託他 你跟他講 我已經快走了 他一定會答應你的 結果去之後呢 老名媛就死報了 他就說不可能 要等到什麼時候 反攻大路 才可以打開 就是開不了啊 他兒子就直接手這樣比 那個他們家有保全公司 進去就牙齒的 打開 不要說龍頭了 你知道那個木匣子裡面什麼嗎 什麼 一堆罐頭 然後用透明膠帶綁著 蛤 就是一堆罐頭 就有重量的感覺 就有重量的感覺 然後呢 兒子也不敢跟爸爸講啊 可是 你還是要回去看爸爸啊 那怎麼辦 其實最後 你沒有拿出東西 那個老總在心裡也知道 就是抱著遺憾死去 後來兒子 直接告啊 你用這個龍頭 然後呢 假的東西 然後來騙我們家 看匯款紀錄就知道 對啊 然後一直一直叫我爸供養你 其實後來 後來好像也是有和解 因為 一直是 一氣之下告下去 後來發現 記者上門之後 就趕快衝衝撤高了 只是你想想看 這樣子 從他們家大概撈走了 一兩億 不是龍頭 就是一堆罐頭 好啦 我們最後來數字測驗一下 未來一個月 有在哪方面的運勢 能夠大富大貴呢 看一下數字 一四二 一四二 四六三 一四二 來 觀眾朋友 六五七 四六三 五八一 二六五 跟一四二 等一下 一二三 五八一 哎唷 哎唷 有默契喔 有默契 厲害喔 我們今天要面幫喔 好 選定好數字呢 我們就先好離手了 未來一個月呢 在哪方面可以大富大貴 好 我們來看一下拳道我們的一四二呢 一四二由我們的 張勝出老師拳道 還有聖梅姐喔 好老師跟聖梅姐呢 有感情耶 感情恩愛 幸福洋溢 阿堂哥你說老師呢 跟聖梅姐呢 感情 大富大貴 不錯喔 你剛剛選到數字的朋友呢 未來一個月呢 你要多經營的愛情友情 代表就是說 你可以人脈通錢脈的意思 是 所以廣結善元都會大富大貴喔 看一下選到我們的二六五呢 二六五呢 現場只有簡律師選到了 好看一下呢 就是貴人提西職場亮眼 代表在專業上面的表現呢 非常的好 而且呢工作機會啊 Case呢都會更增加很多喔 所以恭喜你了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五八一 五八一由我們的玉峰哥選到了 還有雅蘭姐 篤林哥 好 三位就是 神清氣爽健康良好啦 對 那阿厚喔 什麼都有了 眼不由衷 不過他有眼不由衷 很好的 我眼看我最知道 對啊 感覺很好的 是因為健康 都眼不由衷 健康呢就是財富的根基啊 所以呢神清氣爽呢 代表你才可以呢 選定目標看對眼 好 所以健康運很好囉 好來看一下呢 選到四六三跟六五七喔 好先看一下六五七 六五七呢 觀眾朋友選到的話呢 這一個掛項是什麼 精準投資迅速得財喔 投資大富大貴 那為什麼只有六十分呢 因為呢 可能知道這個是好的標的 好的目標 但是無奈呢 有可能現在手投資金不太夠 或條件不太允許 感覺有點看得到 又吃不太到的感覺 有這樣的一個窘境喔 好來看一下選到四六三呢 四六三呢 由我們的冠玉老師 一絲獨秀 來一百分 來千燒藥 田露口袋喔 所以恭喜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喜歡掛項 待會兒未來一個月呢 你的財運可以說得非常好 可以多行善不思 多累積福報喔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